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南顿尼斯克方向最新的情况 昨天夜里乌军再次发动了对南顿尼斯克马卡罗卡方向的进攻 昨天乌军出动了9辆装甲车 在大诺希尔卡南部地区对俄军再次发动突袭 俄军第291团、第70团、第1430团、417侦察营士兵 以及第22特种部队旅、炮兵坚守阵地20天 整个20天在大诺希尔卡方向没有让乌军突破地道防线 昨天的进攻乌军出动了9辆装甲车 大家可以看昨天的画面 乌军首先是出动装甲车 对俄军这阵地进行突袭 乌军这次突袭还是以营级单位为突袭力量 乌军在炮兵的掩护下 沿诺沃达尼洛夫拉伯蒂诺前线推进 可以看到出动的还是乌军的装甲车 这次袭击是凌晨开始 由凌晨开始 那利用夜色的掩护可以看乌军装甲车立刻释放了大量步兵 乌军现在的战术主要是使用步兵 进行排雷然后突袭 可以看乌军大量的步兵 下车以后展开 在马卡罗布卡北部地区展开 然后对俄军阵地进行突袭 乌军因为他以营级单位 所以俄军并没有担心乌军能够突破防线 所以乌军损失惨重 经过昨天的战斗 俄军摧毁了乌军大部分的装甲车 俄军反击的画面 俄军现在使用无人机还有直升机 如果发现乌军有大部分的进攻 马上就会出动战机 对乌军的装甲车进行炮击 这是昨天炮击乌军装甲车的画面 所以现在乌军在整个的南顿的侧 它的整个进攻是被俄军有效压制的 可以看昨天乌军突袭的画面 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9辆装甲车装甲运兵车 数百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乌军现在还是以侦察为主 现在没有以旅籍单位 4000人到3000人的规模进行突袭 进行大规模的反击的话 乌军很难突破马卡卢普卡第一道防线 现在双方还是在反复的争夺 马卡卢普卡南部的几个村庄 还是没有突破俄军的第一道防线 俄军的第291团第70团 以及第22特种部队还有炮兵联合行动 成功的阻截了乌军的进攻 非常有效可以看 乌军装甲车进行突袭俄军的无人机 对目标进行观测 然后发射炮弹摧毁目标 所以乌军首先要突破俄军的炮火覆盖区域 北乌地区 如果有幸能够突破火炮的覆盖区域 向前突进以后会遇到俄军的雷区 还需要排雷 如果有幸再越过这个雷区 会进入到第一道俄军防线 这道防线有大量的俄军的挖掘的这个壕沟 也是俄军在整个的南顿尼斯克第一道正式防线 所以可以说乌军现在他的这种营级单位的突袭 很难突破第一道防线 可以看昨天那个画面 乌军被打得很惨 大量的装甲车被摧毁 昨天俄军在战斗的最后阶段也出动了坦克 双方也进行了坦克战 大家来看这是昨天俄军的特巴林 对阵乌军坦克的画面 见面以后俄军马上开火 摧毁了一辆乌军坦克 随后俄军的坦克继续向前推进 掉头 撤离 所以俄军你看 炮管又转向乌军 再次开火 非常非常轻松 你可以看这是昨天在 马卡罗普卡方向 俄军和乌军进行巷战的画面 整个马卡罗普卡南部地区 每天都会发生这种战斗 装甲车进行突袭 俄军的出动特巴林 非常轻松的处理 现在你可以看乌军的实体 乌军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乌军现在 他的这个鲍尔坦克 重型坦克 他不敢大规模的靠近 马卡罗卡前线 因为他没有制空权 俄军的武装直升机 现在只要发现了这个鲍尔坦克 他就会摧毁 而且摧毁一辆鲍尔坦克 是一百万 记住一百万 他不是卢布 是一百万美金 很多人认为给的是一百万卢布 好像不值什么钱 错了 每个士兵摧毁的话 会给一百万美金作为奖励 那一辆鲍尔坦克是一百万美金 是由俄罗斯企业家出资 所以现在俄军前线士兵 都在非常急迫的寻找鲍尔 这个鲍尔坦克出现 那就是移动的美金 所以俄军的士兵 非常希望能够摧毁鲍尔 乌军现在你可以看 他没有重火力支援 所以在整个的大诺西卡前线 实际上乌军的这个重装备 掩护能力不足 所以这个装甲车遇到坦克 很容易被摧毁 乌军现在在整个的南顿捷斯克 特别大诺西卡方向 整个的进攻 在我看来就是自杀 那么大诺西卡北部地区 靠近马林卡方向 今天有最新消息 顿捷斯克共和国的领导人 普希林 他也抵达了马林卡 马林卡现在车臣部队已经撤离 这是普里格金抵达马林卡 马林卡非常重要 俄军如果能够突破马林卡 特别南部地区 新米哈洛夫卡的话 可以对乌格达尔北部地区形成威胁 也就是说对大诺西卡 北部的乌军形成牵制 所以马林卡的战斗非常关键 现在车臣部队已经撤出马林卡 车臣部队的去向不明 因为这个普里格金 瓦格纳的这个行动 很多车臣部队 现在从顿捷斯克已经撤离 完全撤离 现在返回国内 目前的去向不明 有的说会返回车臣进行修整 有的说车臣部队会前往 白格尔斯边境地区 现在去向不明 但是现在整个顿捷斯克 马林卡方向 完全由顿捷斯克 共和国的民兵 以及俄国防部的部队负责 在普里格金 视察马林卡的情况 那么现在在 阿富特卡和马林卡 俄军也加大了反击 在阿富特卡南部地区 俄军在奥普特涅 这个方向取得了一定突破 所以现在俄军也在开始反攻 但是现在看双方都是试探性的 双方都没有开始决定性的反攻 首先要测试 对方这个防御线上的薄弱点 然后呢 再找反攻的这个方向 反攻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节点位置 所以现在双方都是在测试阶段 都没有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进攻 要等到7月份 还是要等到7月份 这俄军的反坦克导弹 摧毁乌军的转甲车的画面 非常清晰 昨天呢 在哈尔科夫方向 俄军呢 也摧毁了 乌军的啊 风暴直营导弹的这个 带药库 大家可以啊 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爆炸 这是在哈尔科方向 风暴直营导弹 它这个带药库被俄军摧毁 在哈尔科方向呢 现在乌军呢 还是向大卢布 大布尔卢克方向集结 对瓦鲁伊基形成威胁 那么南部红利曼方向呢 俄军呢 是继续向塞福尔斯克方向 向这个方向移动 对索达尔北部地区的 这个乌军形成一定的威胁 所以哈尔科夫方向 斯瓦托到 库布扬斯克这一线 实际上呢 是俄军的反攻为主 但是俄军现在的比较谨慎 也在等乌军的这个行动 他特别是大布尔卢克这个方向 乌军的行动 所以现在哈尔科方向呢 俄军主要是定点空袭乌军的这个带库 今天呢 在扎布尔方向也有最新消息 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总局的领导人 布达诺夫呢 他呢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啊 扎布尔核电站的六个核电机组 有四个核电机组 已经装有炸药 并准备爆炸 那俄罗斯方面呢 也对乌克兰呢 即将对扎布尔核电站呢 进行 恐怖袭击 俄罗斯方面也进行预警 认为呢 乌军呢 将在扎布尔方向呢 引爆和脏弹 然后呢 诬陷是俄军制造的这个核事故 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 那么在尼克波尔方向 我前段时间介绍了 蒂尼泊河这个水库已经干涸 尼克波尔到扎布尔核电站之间 有一个陆地通道已经打通 那么三到四天啊 这个核床呢 干涸以后呢 重型装备就可以通过这个核床 越过蒂尼泊河 所以现在乌军呢 也在积极准备进攻 扎布尔核电站 那么实际上现在来看呢 俄乌双方未来对扎布尔核电站的进攻 也是一个焦点 那会不会发生这个核污染泄露世界 也就是核脏弹事件 现在很难说 乌军现在已经有了这个脏弹 乌军现在已经有脏弹了 因为它北部有这个 切尔尼泊利核电站 核电站里面 那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放射性尘埃 一旦引爆的话 会对当地生态呢 产生污染 所以这就是脏弹 所以乌克兰方面也在警告俄罗斯 乌克兰有脏弹 所以扎布尔核电站现在情况也比较危机 这是今天呢 俄乌战场最新的一个情况 从现在整体的情况来看呢 乌军现在呢 还是要等7月份 西方北约的装备到达以后 乌军在7月初 可能会发动大公共反攻 也会配合着波兰军队 在乌克兰西部的行动 那这个大公共反攻呢 扎布洛以及地摩方向 特别是扎布洛核电站 可能是攻击的重点 另一个呢 是大诺西尔卡方向 乌军呢 也在这个方向集结 乌军现在还是在试探 俄军的这个防御前线 正在寻找突破点 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是在哈尔克夫 在大布尔卢克这个方向 这是乌军呢 进攻的几个点 俄军现在呢 实际上对乌军这个大反攻呢 俄军呢 也做好了积极的防御 俄军呢 并不担心 俄军现在向整个的前线 也在部署 大量的反坦克武器 特别是俄军的这个 反坦克部队 使用的这个短号 反坦克导弹 现在有大量的武器 进入到这个方向 最近一段时间 向这个方向集结 特别像赫尔松 还有扎布尔克夫 方向集结的数量 非常惊人 乌军的情报也显示呢 俄军呢 大量的反坦克武器进入呢 也是为应对 乌军的这种快速 快速突起 特别是他这个西方的装甲车 大量的进入到乌克兰 所以未来呢 俄军也做好这个方面 反击的准备 所以还是要看呢 未来在整个的 乌克兰的东部 乌军的这个反攻的情况 未来波兰边境呢 包括白鲁兹方向 俄军呢 也会有新的行动 波兰如果7月份 7月中旬的时候 如果真的出兵乌克兰的话 俄罗斯一定会有行动 所以未来大家可以关注啊 包括比尔纽斯 立陶宛 波兰 乌克兰方面 很有可能会 波兰呢 会进入乌克兰 形成整个北约 对乌克兰西部的占领 而俄罗斯方面呢 很有可能也会 出兵乌克兰西部地区 那实际上 北约和俄罗斯 就是正面的交锋了 所以这会引起 整个欧洲的地缘之战动荡 我呢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